Hello 大家好 我是Melvin 写家健 我这一次在《Love Shake》这部电视电影里面 是饰演一个叫做尼韦欣的这个人物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木讷 然后没有什么情趣的男生 尤其是在爱情的领域里面 因为她跟她一个女朋友叫欣怡 她们已经在一起差不多十三年了吧 可是这女生一直在埋怨她说 这个男生怎么每次都那么的不懂 不解什么不解风情 然后也不懂了怎么去做一些浪漫的事情 让她觉得这个感情会多一点的火花 可是这个男生呢就只会走直路 她其实也不是不好 她其实很爱这个女生 只是她觉得很多事情都已经习惯了 然后就这样 就这样 我觉得就这样子吧 然后她也不会特别去想要做更多的事情 让女生觉得满足这样子 我其实在整个拍戏的过程里面呢 觉得最好玩最好笑的一场戏就是 我第一天拍摄嘛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认识这个女主角 她叫做Cat Cat Punk 然后我们在第一天拍摄的时候 就已经要接吻了 再来是我拍戏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有这样子的经验 所以我 不是没有那种经验 只是觉得会很尴尬 因为大家都是陌生人 然后第一次就要做那种很亲密 很贴近距离的一些动作 觉得心跳非常的加速 然后很紧张 好久没有那种紧张的感觉 所以觉得哇 OK 很好玩这样子 那我们这部戏的主题呢 就是要勇敢的去爱 就是爱不要有遗憾 如果你觉得你遇到爱对的人的话 那就勇敢直前 然后也不要想太多 然后就一定要有勇气 然后做了之后呢 就不要遗憾 那对我来说 我觉得在爱情这个东西里面 就是真的非常的奇妙 然后也非常的不可思议 那趁年轻的时候呢 一定要怎么说 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嘛 很多时候你真的是要 尝试过一次轰轰烈烈的爱情 你才会觉得 这一生就 没有什么好遗憾 不过 在做事情之前一定要三思哦 不可以做错事情 也不要让自己以后的路 觉得有任何的遗憾 所以就爱不要遗憾 因为我们里面有三段的感情嘛 就是有三个女人的故事 然后三个女人呢 都有不同的爱情故事 所以大家都有很精彩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 当你在看这部电视电影的时候 你可能有一段感情 会是你自己曾经遇过的这样子 又或者是 就非常有感同身受的感觉 那种情绪和感觉 所以一定不能错过 记得锁定 Love Shake 只要你在身旁 这样的爱不遗憾